简生通过我的好友申请是在早上八点整,他开始工作的时间。 他这个人时间观念很强,和我为数不多的几次约会也都是卡着点出现的。 曾经,我也为他的自律首识着迷过,厚重的窗帘遮挡住了窗外的阳光。 手机屏幕亮时一夜眉合的眼睛被强光一次流下几滴生理性泪水,黏乎乎得很不舒服。 是简生发来的消息,只有短短几个字,长记性了吗? 要是搁在以前,我定是要刨根问底地问个明白。 但是现在,我只想睡觉,滑动他的对话框点了删除。 这是这十年来,我第一次不想回他。 删完后,又给简瑟瑟发了条信息,晚上来找我,我们去八百五十七。 昨晚没睡,先睡会,别来吵我。 顺便帮我跟你哥请个假,算了,直接帮我辞职吧。 简瑟瑟是简生同父同母的亲妹,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 她看不上她哥,也理解不了为什么离经叛道的我在她哥面前会乖得像只没有爪子的猫。 其实并不难理解。 十年前那个少年破门而入,将我从那个昏暗的房间拉到了阳光下,我便将她奉为了神明。 仔细想想,她并没错,只是不爱我罢了。 而我,现在也不爱她了。 发完信息,将手机关机,我用被子蒙住头睡了个昏天黑地。 这一睡便睡到了下午,还是被门铃声给吵醒的。 我以为是简瑟瑟,迷迷糊糊地她拉着拖鞋去开门,结果打开门的那一刹那,目光和西装笔挺的简声对了个正着。 她站在光源下,浓眉微醋,身姿挺拔。 恍惚间和十年前的那个赏舞重叠交错,甚至连那句不耐的像什么样子都一模一样。 我低头看了眼,身上皱得像抹布式的宽松睡衣,又揉了揉团成一团的头发。 好像是不怎么体面。 可是,那又怎样呢? 爱都不爱了,怎么可能还会去在意形象? 我抱着辟邪靠在门框上,懒塌塌地问她,你怎么来了? 说完还很没形象地打了个哈欠。 简生有洁癖,可能见不得我此刻拉里拉他的样子, 黑着脸把头转向左侧,不再看我。 为什么不去上班? 手机还关机,她微哑着嗓子问我,带着几分怒意。 我挑眉,回答得理直气壮。 不想干了。 当初吵着要这份工作的是你,现在说不想干的还是你。 世威,你太任性了。 任性? 是啊,我一向任性,之前只不过在她面前收起了所有尖锐的词。 我勾纯,蛮不在乎地说道,简总是第一天认识我吗? 我本来就是个扶不上墙的顽固不是吗? 和简生闹了个不欢而散。 回房间后我也没了睡意,盯着天花板发了半天的呆。 脑海里全是我和她曾经的过往。 15岁时,我跟在她身后,她冷冷地瞪我, 不耐烦地问我能不能不要再跟着她。 16岁时,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学会了做蛋糕,精心包装后递到她的面前。 她只看了一眼,转头便扔进了垃圾桶。 她说她不喜欢吃甜食。 17岁时,同学笑话我说我好像简生的一条狗啊, 恰好我和她一起经过。 我气得想上去理论,却被她拦住了。 她说没必要。 18岁时,18岁之后, 她很少会理我。 不管我跟她表白多少次, 她始终是那种态度, 不接受不拒绝。 怎么说呢,像是在钓鱼。 门铃声再次响起, 这次来的是剪瑟瑟。 她一袭大红长裙, 浓妆艳抹,像个野艳的妖精。 一进门, 她便踢掉脚上的高跟鞋, 探着身子上前摸我额头, 喃喃道, 这也没发烧啊。 我推开她的手, 转身走进更衣室。 选了件黑色的露背连伸短裙, 换好后坐到梳妆台前开始化妆。 剪瑟瑟跟在我身后, 唧唧喳喳的。 你跟我哥怎么回事? 我今天去公司帮我霸取文件时碰到她了, 脸臭得跟吃了食似的。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不应该啊, 你不是向来拿她的话当圣旨吗? 没啥, 就是我不喜欢她了。 我打断她, 翻出卷发棒地过去, 帮我搞个风情万种的大波浪。 之前的几年, 我一直按照简生的喜好装扮, 清纯可人的黑长直, 掀气飘飘的淑女裙。 剪瑟瑟不止一次地取笑我, 整得像个不安适适的梁家少女似的, 也不嫌炫酒干架的时候那身行头不方便。 说实话, 还真挺不方便的。 明明是个混子, 非逼着自己装淑女。 我这边话音刚落, 那边的剪瑟瑟一激动, 手里的卷发棒甩了出去。 卧槽, 你咋想开的? 我之前都怀疑是不是我哥给你下鼓了? 我没再理会她, 继续掰着眼皮画眼线。 画到眼尾, 特意往上挑了个魅惑的胡。 画完后, 对着镜子调整了几笔, 直到满意了, 才回头笑着回她, 舔不动了。 简生没有对我下鼓, 她只会冷暴力我。 哦, 除了冷暴力, 还有破。 不管我做什么, 都会得到她的否定。 她说, 我只需要听话就行了。 她用行动告诉我, 胡适威你得乖, 你只有乖了, 才配得到回应。 曾经我渴望得到她的爱, 所以她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可是现在, 老娘不配合了。 之前, 和老胡吵完架, 我喜欢拉着简色色到酒吧发泄, 在劲爆的舞曲下, 尽情地摇摆扭动。 在那里, 大哭或者大笑都不会招来异样的眼光。 我和简色色很有默契地彼此打着掩护, 倒也成功地瞒过了简生, 直到有一次用酒瓶给一个想对小姑娘用墙的地痞流氓开了瓢。 事倒是不大, 毕竟老胡不差钱, 坏就坏在不知道被谁捅到了简生面前。 她整整一个月没理我, 那之后, 我再也没去过酒吧。 看吧, 曾经的我就是如此卑微。 和简色色驱车去了之前常去的那家, 再踏入这片喧嚣, 竟有种恍若隔世的错觉。 山高皇帝远的春城, 豪门不算多, 但也不能说少。 胡家和简家不能说数一数二, 也绝对是榜上有名。 两家在同一年恰好各生了一个空有美貌, 不学无数的千金小姐, 就是我和简色色。 我们挑了个视野较好的卡座。 刚一落座, 有个穿着制服的男生走上前, 毕恭毕敬地递上了点单平板。 简色色瞄了一眼, 挑眉笑道, 哟, 现在酒吧服务生质量都那么高了呀。 我文言抬头,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极为精致的脸, 只是太过稚嫩, 脸上还有没展开的小奶镖。 我也跟着笑, 雇佣同工可是违法的。 男生听我这么说, 脸上戴上几分修难, 耳垂都染上了淡淡的粉。 我, 我成年了。 真是个不禁斗的, 倒还蛮可爱。 可能出门没看皇历。 二十分钟后, 从不踏足声色场所的简声出现在了酒吧。 旁边酒吧老板做陪, 身后还戴着两个一身黑的保镖。 在十分钟后, 酒吧清场。 简色色在他哥的目光下, 缩着肩膀往我身后躲了躲, 成功地把那道含着怒意的视线引到了我身上。 一张俊脸在明灭的灯光下阴沉得厉害。 今天之前, 见到沉着脸的简声我定会伏低作小, 趋一成欢。 而现在, 即便是想到之前做过的那些, 做见自己迎合他的事, 我都感觉自己像个傻逼。 浮开粘在脸上的弯曲长发, 我拉着简色色想离开, 越过简声时被他拽住了胳膊。 胡适威。 他念得极沉极慢, 显然是压着极大的怒火。 我深呼口气, 脸上挂上得体的微笑, 转身望向他。 刻刻气气地问道, 简总, 有什么事吗? 简声可能还不太习惯我对他态度地突然转变, 两道见眉醋得紧紧地, 在中间拱成一个极深的穿子。 你怎么回事? 他反问。 我仰天翻了个白眼, 懒得继续跟他绕, 晃动胳膊从他的前置中脱离, 拉着简色色头也不回地出了酒吧。 从酒吧出来, 也败了玩乐的兴致。 叫了个代价把我和简色色分别送了回去。 各回个家, 他找他妈, 我继续睡觉。 别问我为什么不是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问就是我没妈。 我妈在十年前的雨夜跳楼死了, 当着我的面毫不留恋地纵身一跃。 我本来也想随她去的, 结果奔到窗前时被老胡拽住了。 恰好有个巨大的闪电划破天际, 我趴在我妈跳下去的窗口, 能清晰地看到地上蜿蜒的血水。 从那之后, 我很惧怕雷雨天。 本来以为能一觉睡到自然醒, 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一遍又一遍的电话铃声给吵醒了。 我摸过扔在一旁的手机看了一眼, 是简生的助理。 犹豫再三, 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毕竟没有必要为了简生跟所有人都闹得老死不相往来。 简生的助理姓顾, 三十多岁, 是个极其干练右手规矩的, 就连打个电话也都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胡秘书, 你已经迟到十五分钟了。 一板一眼的说辞, 我这个秘书的职位是当初缠了简生好久才得来的。 说是秘书, 其实就一花瓶, 平时我的工作除了帮简生泡咖啡, 就是加班的时候帮他点外卖。 连跟着应酬, 递个文件啥的这种跟正规秘书稍微挂点勾的事我都没干过, 所以要离职连交接都不需要。 当了简生两年的秘书, 我从没被他承认过。 他出席宴会, 身边的女伴换了又换, 那里面唯独没有我。 不好意思顾哥, 我客客气气地回他, 我跟简总讲过的, 我不干了。 话音刚落, 电话那端传出啪的一声脆响, 是杯子落地碎裂的声音。 我想, 应该是之前我从迪士尼带回来, 放在简生办公桌上他却从来没用过的那个情侣杯吧。 摔了就摔了吧, 已经无所谓了。 睡过一觉, 头发的卷有些散开, 对着镜子梳了半天。 我决定去理发店烫一下, 顺便再染个色。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拎上包包就出了门。 春城是个很美的城市, 四季如春, 鲜花遍地。 哪怕在烈日炎炎的七月, 拂面的风也带着丝丝凉意。 在路边挑了家看上去比较顺眼的理发店。 刚推开门, 坐在吧台旁高凳上, 穿着米白色油不围裙的男生起身迎了过来, 微微弯腰, 客气地说了声, 欢迎光临。 待他站直, 视线停留在我脸上后, 那张婴儿肥的俊脸有瞬间哑然。 好巧, 又见面了。 我冲他白手笑道。 他微微汗手, 面上又附上一层薄薄的红, 如春日盛开的桃花, 好看得紧。 看来不是不禁斗, 是太容易害羞。 他应该是只负责接待的。 我告诉他我是来烫发的之后, 他便离开, 换了另外一个年龄看上去要大上几岁的男生过来。 对照着染色板选了个银灰色, 一整套下来足足折腾了三个多小时。 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做完头发, 我本想和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奶彪到个别的。 毕竟连续两天能在不同的地方偶遇, 也算得上一种缘分。 还试了一周, 没发现他便做了吧。 也不过是一瓶水相逢的过客吧。 我原是这么想的, 直到几天后再次遇见他。 春城夏季多雨, 且雨水往往来得毫无征兆。 所以我很少在晚上独自出门。 要不是捡瑟瑟鬼哭狼嚎地打电话, 我也不至于此刻躲在天桥下面, 吓得瑟瑟发抖。 我蜷缩着身子, 紧紧攥着已经没电关机了的手机, 一遍又一遍地默念, 没事的, 没事的。 可在下一道雷声响起, 还是会没出息地抱头紧闭双眼。 脑海里除了红彤彤的血水, 还有一遍又一遍地夹着简生的卑微的我。 他明知道的, 明知道我最怕的就是雷雨天, 却还是在那么一个夜晚, 扔下我一个人独自度过了漫长的黑夜。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在极度恐慌害怕时, 都渴望有一根稻草。 我现在特别希望有个人能够出现陪在我身边, 哪怕是简生我也会感恩戴德的。 我知道现在的我很没出息, 但是没办法, 我真的怕。 可能上天听到了我的祈祷, 真派了一个人来陪我, 只不过那个人不是简生。 他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穿过雨帘, 一步一步地走到我的身边, 浑身湿漉漉的, 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该怎么形容呢? 像条丧家之犬。 我缓缓地放下抱着头的手, 轻声问他, 你也没有家了吗? 他愣住, 过了好久才从喉间吐出一个恩字, 我拍拍身边的位置, 示意他做。 他倒也乖巧, 虽是八月盛夏, 他身上的诗意还是激得我打了个哆嗦。 他应该也察觉到了, 抿着唇默默地挪开了一段距离, 身边有个能跟我说话的大活人, 倒没刚才那么怕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歪着头问他, 他依旧拘紧, 头垂得很低, 吐字倒是清楚, 当归。 他叫当归, 我叫胡适威。 适威适威, 胡不归。 看, 名字都这么有缘, 你的爸爸妈妈也不要你了吗? 我继续问道, 他头垂得更低了, 声音也带上了几分沙哑。 我不知道,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可能是气氛渲染, 也可能是我太想有个家。 鬼使神差的, 我对着他说了句, 我给你个家吧。 我给你个家, 你也给我个家。 我们在天桥底下坐了很久, 也聊了很久。 他告诉我他叫薛当归, 因为院长是在白雪矮矮的雪地中发现的他, 便给他取了个谐音, 作为了他的姓氏。 他还告诉我, 他十八岁生日过完便搬出孤儿院独立生活了, 今晚是因为房东突然涨房租, 他觉得不合理, 跟对方理论, 结果被赶了出来。 我问他, 你打了那么多份工, 不至于出不起那点房租啊。 我收到首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他回答我时, 眼睛亮亮的, 隐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我打暑期工就是为了赚学费。 多少钱, 我帮你出了。 我说道, 我不缺钱, 但我缺爱。 还, 挺缺。 我要是不缺爱, 也不至于舔了减生那么久。 他摇摇头, 说, 不用的, 学费不贵。 我已经攒够了。 他咬了咬下唇, 犹豫了几分钟, 才问道, 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吗? 不会抛弃对方的那种家人是吗? 黑毛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期待。 我点头, 是, 不会抛弃。 十四岁, 常年不归家的老胡养在外面的女人被搬到了台面上。 我妈一时想不开, 当着我们的面跳了楼。 从那之后, 我便没了家。 曾经, 我以为那个带我走到阳光下的减生会是我的归属。 所以这么多年, 我对他百依百顺, 为命是从。 哪怕很多人说我死皮赖脸的倒贴我也无所谓。 因为, 我真的很想有个家。 结果, 二十四岁, 减生也扔下了我。 万幸, 我减到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我终于有家了。 等到雨停, 我们一起回了公寓。 减瑟瑟在门口不知道等了多久, 一见到我就扑了过来, 抱着我哇哇大哭。 对不起, 对不起, 薇薇, 我不知道会下这么大雨,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找不到你。 我轻拍他的后背帮他顺起, 柔声哄着,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别哭了。 他抽了抽鼻子继续哭, 你一个人在外面, 肯定吓坏了吧, 都怪我。 确实, 开始是吓坏了, 好在后来遇到了当归。 想到当归, 我忙把减瑟瑟推开, 指着身后那个腼腆的大男孩, 帮他们互相介绍。 这个是当归, 我弟弟。 简色色, 我最好的姐妹儿。 简色色胡乱地擦了擦眼泪, 错愕道, 你什么时候有弟弟了,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不是那天在酒吧为我们点单那个服务生吗? 我点头, 嗯, 以后我们姐俩就相依为命了。 简色色秀美的五官, 凝成一团。 半晌, 他拉了拉我的衣角, 七七爱爱地问, 薇薇, 你真不要我哥了呀。 不是不要, 而是要不起了。 上次从酒吧离开之后, 我便再没见过简胜。 倒是简色色主动跟我提起过, 说他哥出差去了外地, 没有十天半个月的回不来。 所以我半夜起床找水喝, 路过客厅的落地窗, 看到楼下正靠着路灯吸烟的高大身影时, 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或者, 也有可能是梦游。 睡醒后, 我摸过手机给简色色发信息, 你哥回来了吗? 等了十几分钟, 他发了两个语音调过来。 没呢, 还在魔都。 薇薇, 我昨天都没告诉你我哥有多恶劣。 我那会儿找不到你很着急, 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了这件事。 结果他只回了我一个恩就把我电话掐了。 真是的, 什么人啊? 看来昨晚确实是我看错了。 也是, 工作狂减生怎么可能为了我丢下工作赶回来呢? 更别说在我家楼下守着了。 我痴笑一声, 为自己做了个异想天开的梦感到羞愧。 洗漱完走到客厅, 一眼就看到了摆在桌上的早餐。 简简单单的小米粥配了两个清淡的小菜。 餐桌的正中央, 摆放着插好的百合花, 上面还有凝结的露珠。 冷冰冰的公寓第一次有了烟火气。 抽出压在菜盘下面的纸条, 上面的字迹工整干净。 姐姐, 我去打工了, 要是桌上的粥凉了就别喝了, 锅里还有温的你自己盛一下。 碗放在碗槽里就好, 我晚上回来刷。 还真是贴心又懂事。 小菜很可口, 小米粥也煮得软软糯糯的。 我喝完又去锅了盛了一碗。 喝完后, 很自觉地把碗筷放进了洗碗槽, 放了些水浸泡着。 当然, 我没刷, 不是因为懒, 是因为我不会。 一个合格的碗裤,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灰金如土。 一个优秀的姐姐,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宠爱弟弟。 泡好碗后, 我决定出去拜个家, 给当归多置办几身像样的行头。 老胡虽然是个不称职的爹, 但钱这一方面倒真没亏着我。 毕竟家大业大的, 要是亲闺女过得像个难民, 她应该也会觉得丢人吧。 当舔狗的那几年, 我没少给简生买衣服。 所以, 选起男装, 嫁轻就熟。 去了几个之前常去的顶奢店, 把看上去适合当归的都让人包了起来。 两个多小时后, 我刚把大包小包的战利品塞进缆胜后备箱, 手机就收到一条转账信息。 简生往我卡里赚了五十万。 我翻出她的号码, 给她发了一排的问号。 很快便收到了她的回复, 思南说, 在Brioni看到你给我买衣服了。 可能是购买得太过投入, 我竟没注意到谢思南也在。 把钱给她转回去, 嗯, 买了, 但不是买给你的。 简生没再回我, 我也并不在意。 想到当归还没手机, 又折返去了华为的专卖店, 给她买了一块最新款的手机。 理发店中午不休息, 买给当归的东西, 直到晚上才有机会给她。 我催着她去换衣服, 她又一次红了脸, 手搅着上衣下摆, 看上去有些局促。 姐姐, 你别给我买东西了, 我够用的。 我弹了一下她光洁的脑门, 笑道, 我这叫投资, 要还的。 你以后可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养我。 她弯了眉眼, 褐色的眸子里仿佛有星星在闪烁。 她说, 好, 干脆而又坚定。 其实我并没有想让她还, 那么说, 只是想让她收的不要有心理负担。 可能太过渴望温暖的人都是这样, 别人对她一分, 好她就想要回报时分。 只是, 彼时的我却忘了, 在孤儿院长大的当归远比我更渴望温暖, 渴望有一个家。 五天后, 简生回来了。 简瑟瑟问我要不要去接机, 我想都没想回绝了她。 没空, 今天要陪我弟。 当归难得休一次假, 我答应她要陪她去游乐园。 我们一起去坐过山车, 坐大摆锤。 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般开怀, 我心情也跟着舒畅。 在董事在成熟, 终究不过也将将成年的孩子。 在摩天轮的最高点, 她远眺着远处的山川河迈, 道, 姐姐, 我以后一定会赚很多钱, 给你一个人人艳羡的家。 一番话说的, 颇有看, 这是郑为你打下的江山的气势。 一直玩到夕阳西落, 我们一起踏着晚霞回家。 回家的路上还拐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了菜。 当归提着菜在前面走, 我跟在身后踩她的影子。 你干什么呢? 她回头问我, 肉嘟嘟的俊脸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我攥着背包的带子冲她笑, 踩影子啊, 这样你就跑不了了。 她双颊染上艳丽的飞红, 在橙红色的霞光映照下更显移你。 轻舔了下下唇, 她看向我的目光有几分灼热。 我不会跑的。 她说, 公寓楼下, 简生正已在车门上等我, 脸上带着疲倦, 风尘仆仆。 看到跟我并肩而行的当归, 两道难得舒展开的浓眉, 又簇到了一起。 她站直身子, 用下巴对着当归点了下, 问道, 不介绍一下吗? 介绍就介绍。 我亲密地拉过当归, 我弟弟薛当归。 简色色的哥哥, 可能对我给她的介绍不是很满意, 简生深邃俊朗的脸上蒙上一层蕴色。 你什么时候有弟弟了? 我怎么不知道? 真不愧是亲兄妹, 连提出的疑问都一字不差。 我不想搭理她, 扯着当归的胳膊想回家, 刚走没两步, 硬生生地被简生给拽住了。 有事找你。 我站住, 扭头看她, 示意她说。 她清了清嗓子, 语气缓和了些。 我, 我是来拿你前几天给我买的衣服的。 手心里, 当归的腕部肌肉线条绷紧, 我安抚式地捏了捏她。 仰头看向简生, 我跟你说过了, 不是买给你的。 简生显然不信, 极力地克制着她的不耐, 是微, 别闹了。 为什么会觉得我是在闹呢? 是微别闹了, 是微听话, 这些话我真的听你了。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顿说得极其认真, 我不, 喜欢, 你, 了。 简生待了很久才离开, 从楼上看下去, 高大的身影, 萧瑟落寞。 当归站在落地窗前看了很久, 精致的眉眼, 引在逐渐沉暗的夜色中。 半晌, 她才缓缓转头问我, 是姐姐的男朋友吗? 我思考了几分钟, 才明白她说的是谁。 不是, 只是我舔了十年的男人罢了。 后面的话我没说出口, 舔了十年, 连个身份都没舔上, 说实话, 挺丢人的。 当晚, 我收到了来自许久 不联系的亲爹老胡的问候, 他倒是半点都不啰嗦, 上来就问我哪里冒出来的弟弟。 当被告知是我捡回来的孤儿后, 更是破口大骂。 你他妈自己家里的亲弟弟不认, 从外面捡个野种回来。 我咬着后槽牙对了回去,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我哪来的亲弟弟。 还有, 当归不是野种, 他是我的家人。 在老胡的叫骂声中, 我挂断了电话。 我妈死后的第二年, 小三挺着运渡风光进门。 我闲看着隔应, 索性直接搬了出去。 反正老胡名下房子多得是, 就是我妈死得很不值, 平白给别人疼了位置, 多傻呀。 不用工作在家当个废物的日子 过得太无聊, 我便央着当归带我上班。 结果被他毫不考虑地拒绝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俊俏地小脸板着, 严肃道, 姐姐长得太漂亮了, 会被别人惦记的。 这彩虹屁吹的, 真是让我放心大悦。 当天晚上, 我接到了谢思南的电话, 示威, 阿生喝多了, 你能来接他一下吗? 我刚要拒绝, 就听他继续说, 我们现在在蓝海听风格。 蓝海正是当归打工的酒吧名字。 右眼皮跳了一下, 有种不是很好的预感, 简单收拾了一下, 我驾车赶了过去。 把钥匙扔给泊车小弟, 一进门刚好有个服务生举着托盘经过。 我忙拉住他问道, 当归呢? 服务生毕恭毕敬的, 好像听风格的客人点了他。 蓝海顶级VIP包厢有四个, 分别以风花学院命名。 听风格就是其中之一。 果然, 跟我预料的一样。 包厢里, 简身靠在沙发上, 目光放空。 当归站在旁边, 手里拿着一瓶开了风的路易十三, 看到我进来, 眸子一按, 叫了声姐姐。 我夺过他手里的酒放到桌上, 拉起他的手, 就想往外走。 刚迈出去两步, 身后酒瓶落地, 紧跟着传来一道冰冷音质的声音, 是因为他吗? 我将在原地。 上次他用这种语气说话, 还是在我十八岁时和简色色出去玩, 回家途中被两个小混混拦住调戏。 我掩护简色色逃了出去。 十几分钟后, 那两个小混混正撕扯我衣服, 简色色带着简身赶了回来。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暴怒的简身。 他拎着一根金属棒球棍, 双眼星红, 疯了似的砸向那两人。 最后, 要不是我和简色色拦着, 他估计能把人打死。 后来虽然命保住了, 其中一个却硬生生地被打断了一条腿。 好在我们两家都家底殷食, 赔了些钱这时也就不了了之了。 过去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就忘了 他本就不是什么温和好相遇的性子呢? 我将当归护在身后, 转身和简身对视。 不是, 我们的是与任何人无关。 他身上穿的, 是Brioni夏季最新款吧。 简身站起身, 一步一步逼近, 是威, 怎么就不能乖点呢? 他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 带着酒气。 身后的当归轻轻一扯, 把我们的位置掉了个个。 他脸上的肌肉紧绷着, 一双好看的桃花眼和简身对视, 像个想扑上去撕咬的小狼崽子。 简身的脾气, 用简色色的话来说就是独断专行。 对付他得顺着毛摸, 这也是我这十年摸索出来的经验。 我示意谢思南带当归出去。 谢思南向来是个感眼色的, 应该也是担心两人起了冲突, 上前拉着当归的胳膊往外拽。 走啦弟弟, 我们就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让你姐和你未来姐夫好好谈谈。 当归也倔, 任他怎么拉扯就是不肯动。 说出来的话也带上了火气, 他不是我姐夫。 我拍拍他绷直的后背, 声音放柔, 你先跟思南出去, 我没事的。 当归从不会忤逆我, 虽不放心, 还是一步三回头地跟着谢思南往外走。 临到门口, 他回头对我说道, 姐姐, 我就在门外守着, 你要有事就大喊。 真真切切地担忧, 轰得我心头暖暖的。 待包厢那扇门关上, 简身单手擒着我的下巴, 让我跟他对视。 示威, 别看别人, 我会受不了的。 低雅的嗓音带着异于眼表的委屈。 说完, 他便将头埋进了我的颈间。 呼吸有些重, 温热带着诗意, 痒痒麻麻的。 我轻轻推他, 你喝醉了, 我送你回家。 推了几下, 推不动, 反而被他揽进了怀里。 我没醉, 他喃喃道, 我喜欢你的, 示威, 我是喜欢你的。 要是换在半个月多前, 他没有在那个雨夜扇我, 我现在定是喜不胜收的。 只可惜, 时光无法逆转。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我静静地任由他抱着, 胸口酸酸胀胀的。 与爱情无关, 只是委屈, 铺天盖地的委屈。 T曾经那个卑微地追逐了他十年, 却始终得不到正面回应的自己委屈。 也T被那个孤单地抛弃在雷雨夜, 独自面对恐惧的自己委屈。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控制不住。 没一会便阴透了简生的衬衣。 感受到胸口的失忆, 简生松开我往后退了一步, 双手捧着我的脸, 怎么哭了? 我咬着下唇哽咽, 简生, 好了的伤疤我都忘不了疼, 更何况是还没结痂的。 你说你喜欢我, 要是真的喜欢, 怎么舍得伤我, 怎么舍得让我低到尘埃里? 整整一夜啊, 你应该很清楚我有多害怕的。 简生低头吻掉我的泪水。 在第二个吻腰落下时, 我用力地推开了它, 落荒而逃。 曾经我有多期待它的吻, 现在就有多反感。 我从来都不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的, 从来不是。 当归果然守在门口, 俊脸上毫不掩饰地担忧。 见我哭着出来, 忙慌乱地帮我擦着眼泪, 急声问我, 怎么了?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去找他。 说完便想往包厢走。 我拉住他, 抽掖着摇了摇头, 当归, 我想回家。 且不说他能不能打得过简生, 但简生这几年在商场的铁腕很辣, 连老胡都得让几分。 我又怎能让他为了我去鸡蛋碰石头? 当归垂眸看着我, 灯光下的眸子流光一彩, 遮不住那满目的心疼。 他声音嘶哑, 好像在那一瞬间长大了很多。 好, 我们回家。 找领班帮他请了假, 碍于我的身份, 领班倒也没为难。 回家路上, 当归一直侧头, 看着路边的街景, 暖黄色的路灯, 将他眼尾那抹蕴开的红映照得格外清晰。 我拍了拍他垂在身侧紧握的拳头, 弄着鼻子哄他, 我没事的。 他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只是说出来的话带上了哭腔, 我以后一定可以保护你的。 姐姐你等我。 还真是个孩子啊, 丝毫学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 我点头应好, 我等你。 眼底刚止住的失忆又开始翻涌。 原来, 被人在意的感觉是这样的呀。 简生开始疯了似的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不胜其烦地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追在他身后的时候他把我当空气, 很少会主动找我。 等到我放弃了又开始不停地骚扰我。 十年的时间没能让他发现他对我的心意, 结果刚失去就幡然醒悟了。 这未免也太扯了吧。 所以, 我理所当然地把他的行为定义成了耍酒疯。 果然, 第二天睡醒后, 一切都恢复回了往日的风平浪静。 在家躺了两天湿, 当归辞职了。 他拎着菜推开门走进来时, 我正穿着睡衣踩在体重秤上, 双手还捏着腰上的软肉,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睡醒了, 把菜放到桌上, 他嘴角擒着隐隐的笑意, 那眼神看上去像是宠命。 我揉了揉眼, 肯定是自己刚睡醒还迷糊着。 走到我旁边, 低头看了下体重秤上面的数字, 轻生念了出来, 52.8。 我也顾不上揉眼睛了, 翘着脚扑上去捂他的眼睛, 你不准看。 结果脚下没站稳, 整个人扑进了他的怀里。 他身上有佛手杆的清甜, 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出于本能, 我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腰, 他也下意识地将我揽住。 脸贴在他胸口的位置, 他的心跳快速而又剧烈, 扑通扑通地撞击着我的耳膜, 连我的心跳也跟着带乱了。 感觉到脸火辣辣的, 我忙挣扎着想站稳。 当归的双臂紧了紧, 嗓音微哑, 姐姐别动。 我像是被人按下了开关的玩偶, 立马停止了挣扎, 缩在他怀里任由他抱着。 觉得气氛又太过暧昧, 便开口问道, 你怎么这个点就回来了? 现在不过才中午11点左右, 按道理他应该在理发店上班。 几分钟后, 他缓缓地放开我。 我辞职了。 姐姐, 我们去旅游吧。 旅游好啊, 旅游就可以不用再吃他做的饭了。 能想象吗?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竟然胖了十几斤。 整整十几斤, 那得是多大一坨肉啊。 没办法, 小崽子做饭真的太好吃了。 春城是座国内知名的旅游城市, 每天都会接纳数以万计的游客。 简家就是做旅游业发的家, 后来拓展到了酒店餐饮、 建筑建设等行业。 不过旅游嘛, 就是从自己住腻了的城市 到别人住腻了的城市。 春城没有海, 春城所在的滇省也没有海。 当归说, 他想去看看真正的碧海蓝天。 于是我们把目的地定在了 名气不输春城的另一海滨旅游城市, 路程。 说走就走, 当天下午我们开始做攻略收拾行李。 准备订机票时, 当归拦住了我, 姐姐, 我来。 脸红通通的, 却异常坚定。 男人的尊严和面子吗? 我懂。 把身份证递给他, 看着他坐在一旁操作。 小肉脸刻意绷成很严肃的样子, 嘴角的笑意却是压都压不住。 哎, 幼稚鬼为了旅游, 我第二天特意起了个大枣。 换了身波西米亚风的碎花长裙, 用铜色系发带松松散散地将头发竖了起来。 当归也是一身休闲装, 倒是和我的穿搭很相配。 我捏住他的小奶镖清扯, 我弟还真帅呢。 他又一次红了脸, 低下头微笑着道, 姐姐也很漂亮。 鸭语般的睫毛垂下, 盖住了眼里的光。 这动不动就脸红的毛病, 聊得我心里痒痒的。 哎, 这么容易害羞, 真的好想欺负他呀。 收拾妥当, 拎着行李出门, 却在门口遇到了简生。 他沉着脸, 眼下还挂着两个明显的黑眼圈, 整个人看上去很湿暴躁。 要去哪? 他问道, 可能是吸烟吸多了, 嗓子沙哑地能听到颗粒摩擦。 我皱眉看他, 旅游。 简生直勾勾地看着我, 忽然勾唇笑了, 只是那笑意并未打眼底, 示威, 我警告过你的。 听话点不好吗? 听话? 我倒是也听话过十年, 又换回来了什么呢? 被无数人在背后戳着几两股说倒贴, 在最怕的雷雨液被扔下。 当归插进我和简生中间, 抬臂揽住我的肩膀带我离开。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 我回首看去。 简生仍站在原地, 看向当归的双眸满是很绝。 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 姐姐, 你冷麻当归低下头, 柔声问我。 我摇头。 不是冷, 而是怕。 十几分钟后, 去往机场的路上, 我收到了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 别逼我对付它。 可能是脸色不好看, 一旁的简生探过身, 抽出一张纸巾, 帮我擦掉额头的薄汗, 怎么了? 手忙脚乱地熄灭手机屏幕, 我努力扯起嘴角, 没事, 可能是昨晚没睡好。 路程的夏天很热, 热到蒸发了当归初见碧海蓝天的兴奋。 在路程待了两天, 实在受不了高温的我们转战去了西海。 可能鞭长莫及, 简生一直没什么行动, 倒是简瑟瑟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她跟我说, 那个孩子来历不明的你, 就这么领回家。 巍巍, 你别被骗了。 骗? 我有什么值得她骗的? 钱吗? 要是真是为了钱, 那我随她骗好了。 只要她能给我一个家, 哪怕她的关心和在意都是装出来的。 我无所谓的, 只要, 能有一个家。 西海和路程的天气是两个极端, 一个库下, 一个严寒。 裹着新买的棉衣, 我们跑去租了个车。 来西海旅游, 自驾是灵魂。 我问当归, 你会开车吗? 她摇摇头, 有些休难。 没事, 我教你。 当归脑子灵活, 学东西很快。 我们从西平郡出发, 沿着环线一路行驶。 到达布逊闹尔时, 下了一场大雪。 把车停在路旁, 当归拉着我跑下去堆雪人。 堆到一半, 她的头顶便被雪花附上了一层白。 我想帮她拂去, 被她歪头躲过了。 一张俊脸缩在围巾里, 看不清神情, 倒是裸露在外的那双桃花眼亮晶晶的。 隔着围巾, 她的声音听上去也嗡声嗡气的。 姐姐, 网上说一起淋过雪, 便能共摆手。 看着她眼里的光, 心向被针扎了一下, 瑟瑟缩缩地疼。 我也希望, 等到我们垂垂老矣, 她能脱家带口地来看我, 再笑着唤我一生姐姐。 可是, 没可能了。 走走停停, 一个星期就能走完的大环线, 我们生生走了十多天。 回到春城, 已是八月底。 我联系了简瑟瑟, 让她帮我约了简生。 简生这次没有卡着点出现, 我到咖啡厅时, 她已经早早地等在了那里。 她一身手工定制的银灰色西装, 金贵清冷。 可能是看当归看得久了, 现在在面对这张曾经让我痴迷的脸, 竟觉得挺一般。 喝点什么? 她问, 不用了, 我不欲与她过多寒暄,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弟马上开学了。 过两天, 她会离开春城去京都。 以后, 我不会再和她联系了。 简生作了一口咖啡, 神色莫名。 她又问, 然后呢? 我钻紧了膝盖处裙子的布料, 低垂着头, 不让她看到我已经红了的眼眶, 别动她, 她还只是个孩子。 世威, 她换我名字, 带着几分浅犬, 我以为你知道, 我不喜欢你身边出现任何除了我以外的异性。 上次删你, 我以为你会长记性。 我猛地抬头, 咬着牙怒视着她, 我没想到, 她竟然会主动提伤我的事。 简生, 你怎么有脸提? 简生眸子闪了闪, 要不是你, 她应该是想指责我来着。 话说到一半, 看到我眼里夹着的泪花后, 眼齐息鼓, 生生地变了语气,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我捅了你一刀, 再跟你道歉你就不疼了吗? 我站起身, 片刻都不想跟她继续独处下去。 临走前, 还是不放心, 又警告了她一遍, 别动我地, 等她去了京都, 我会和她断干净的。 和当归相识不过粤鱼, 我没想过我竟然会这般依赖她。 这一个多月, 她每天都会在桌上的花瓶里插上一束带着露珠的花束, 会做好饭放在锅里给我温着, 再出门去打工, 会在打雷的雨夜, 靠在我的门板上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着她在。 把车开到人烟稀少的路上, 我坐在车里嚎啕大哭。 我以为, 我以为我能有个家。 可是, 为什么就是不行呢? 我不想放弃当归, 可我又该拿什么去和简生对抗。 简生前几年就已经接管了简世, 而当归是个孤儿, 无权无视的。 作为简世, 当家人的简生, 只要花点钱就能悄无声息地弄死她。 我也不过是个米虫, 我很清楚老胡不可能为了我和简生硬碰硬。 我不敢, 真的不敢。 哭到嗓子嘶哑, 口腔里有淡淡的铁锈味, 我才谢了。 调整好情绪, 从包里掏出小镜子补了个妆, 这才驱车回家。 推开门, 满室的饭箱。 当归从厨房探出头, 姐姐, 你回来了呀, 还有一个菜, 你先洗洗手, 等一下就可以吃饭了。 我想, 这便是我渴望的生活吧。 有人在家里做好饭等着自己, 笑眯眯地说洗手吃饭了。 只是, 这样的生活我马上就要逝去了。 临近开学, 需要置办的东西很多。 我想对当归好一点, 再好一点。 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算对他好, 只会疯狂地买买买。 在我又一次拎着大包小包回家时, 当归俊俏的小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煞是精彩。 然后, 他就不让我自己出门了。 在我买他蓝的鸡飞狗跳中, 到了当归该去学校报到的日子。 我送他去机场。 在人来人往的后机大厅, 我已查看他证件照有没有戴琪为由要来了他的钱包。 又让他去帮我买水支开了他后, 偷偷用手机拍了张他的银行卡照片。 他回来得很快, 一路小跑至我面前。 把水递给我, 微喘着气说, 姐姐给你。 白皙的俊脸因为运动有些胀红, 额尖有细细碎碎的汗珠。 跑什么呀, 你看你满头汗的。 我责备道。 他挠了挠头, 娇憨地笑, 叛你渴。 握着平身的手, 不自觉地用力, 塑料瓶子被捏得沙沙作响。 眼眶酸胀, 一滴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紧接着, 又一滴滑落。 一滴, 两滴, 三滴, 像断了线的珠子。 当归手忙脚乱地帮我擦着, 却是越擦越多。 你别哭啊姐, 我, 我, 他我了半天, 没我出啥内容, 温润好听的声音也带上了哽意。 我拉着他的衣角, 抽掖着, 说出来的话断断续续的。 我, 我舍, 舍不得你。 他放软了嗓子, 低声哄我, 我一放假就回来, 别哭了好不好。 我点头, 那个好字却是怎样都说不出口。 对不起当归, 姐姐不能等你回来了。 目送他过了安检, 我站在原地发了很久的呆才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航站楼。 春城的天气很好, 晴空万里, 漂亮得像是一幅水墨画。 可我只感觉压抑, 特别的压抑。 今天开始, 我又是一个人了。 回到公寓, 捡声正等在楼下。 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他了, 于是绕过他准备回家, 今晚陪我去参加个酒会。 他在身后说道, 我没理他, 静止开开门走了进去, 当着他的面用力地降门一甩, 心头的憋屈这才消下去一丝丝。 因为一个人住, 当初我特意选了个两室一厅的小公寓。 之前没觉得, 现在当归一走, 竟觉得空旷的可怕。 缩在客厅的沙发上, 发了很久的呆。 夜幕低垂, 熟悉的手机铃声将我拉回现实。 刚接起来, 当归的声音便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姐姐, 晚上好。 我清了清嗓子,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清快。 晚上好啊, 当归。 姐姐你在干嘛, 吃晚饭了吗? 我刚收拾完东西, 明天要开始军训了。 我听她絮絮叨叨地跟我汇报她到学校都做了些什么, 又准备要做什么, 偶尔回应她两句。 时间流逝, 忽然就想到了一个词, 岁月静好。 要不是后来门铃声响起, 我甚至都觉得和当归的这通电话能打到天荒地牢。 门外, 简生一身正装, 身后还带了两个拎着箱子的造型师。 最终, 我还是跟着简生来到了公筹交错的酒会。 因为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 不要以为她去了京都我就对付不了她了。 她很清楚, 那个18岁的腼腆少年已经成了我的软肋。 这是这么多年, 她第一次带我出席这种场合。 强撑着笑脸, 我站在简生身旁, 听她跟别人寒暄, 也麻木地接受了她给我的新身份, 女朋友。 一场晚宴, 应付得身心疲惫。 回家路上, 司机很懂事地升起了隔板, 封闭的后座只有我和简生。 她帮我把垂落下来的碎发别到耳后, 说出来的话温柔浅犬, 似情人节的呢喃, 累了吧。 是挺累的, 陪她演戏演得累。 简生, 我们回不去了。 放过, 话说到一半, 被她捏住双腮, 被迫进了声。 她的脸越来越近, 薄唇印在了我嘟着的唇上。 甘红的果香刺激着我的味蕾, 我挣扎着推开她, 抡圆胳膊, 用力地甩了她一巴掌。 你疯了吗? 我咬着牙, 声音颤抖。 简生用中指指腹划过唇半, 鸡笑道, 是疯了。 胡适威你说过你最喜欢我的不是吗? 是啊, 曾经的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她说, 简生全世界, 我最最最喜欢你了。 收到的, 却永远是她冷冰冰的一张脸。 想了想, 又把现在住的小公寓, 转到了当归名下。 左右我也不可能继续住在这里了, 还不如留给她, 至少那样还会让我觉得, 我的家还在。 做完这一切, 我编辑了一条短信发给当归, 大题内容是感谢她陪我演了一场戏, 这些就当是片酬了, 让她以后不要再找我, 她的身份不配当我的家人。 总之, 话说得很难听, 我自己看的心都一抽一抽的疼。 发送成功后, 截了个图, 把当归拉进了黑名单, 又把简生从黑名单放了出来, 把截图发给了她。 断干净了, 希望你也说话算话, 不要找她麻烦。 是我亲手, 把一个无辜的孩子, 拉进了漩涡里, 总归要把她安全地送出去的。 即便割舍远比我想象中的, 要痛得多。 没了当归, 生活又变成了原来的单调, 和简色色逛逛街, 购购物, 参加个塑料姐妹聚会。 日子枯燥而又无趣, 时间恍恍惚惚地过了半个月。 当归回来了, 她在我常去的那家奢侈品店外堵住了我。 仅仅半个月, 她却瘦了很多, 看上去比我捡到她的那个雨夜更加落魄。 那双桃花眼已经看不到了往日的光。 她问我, 不是说好的不会抛弃吗? 我把头扭向一边, 不去看她, 因为我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哭出来。 无聊消遣罢了, 也就你这种穷小子当了针。 当归的手握得紧紧的, 她心红着眼眶, 又问了我一句, 姐姐,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我咬着牙, 反问她, 你觉得你配吗? 下一秒, 一张薄薄的卡片落到我的面前。 对, 我不配。 拿好你的钱, 我不稀罕。 她走得决绝, 我看着她挺得笔直的背影, 抱着胳膊慢慢蹲下, 又一次哭得不能自已。 这么就能这么痛呢。 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当归。 那个干净稚嫩, 笑起来眼里有小星星的少年中士, 退出了我的生命。 我进了老胡的公司, 学着谈项目, 看企划书。 从臭名昭著的顽裤, 成了春城上流圈子最上进的二代。 简色色问我这么拼干嘛, 我说不想再感受一次守护不住在意之人的绝望。 生意场上, 简生教会了我很多, 她也确实信守承诺的没有找过当归麻烦。 当归这个名字, 像是一阵风, 吹过之后了无痕迹。 没有人知道我有多思念他。 我学会了做饭, 在不加班的时候回去自己炒两个小菜, 会在上班的路上, 买上一束带着露珠的鲜花带去办公室。 简生笑我, 怎么突然文艺起来了? 我说, 生活需要仪式感吗? 生活需要仪式感, 不知道当归每天把花插进花瓶时, 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简生跟我提过很多次交往, 都让我四两拨千斤地挡了回去。 再一次简色色欲言又止地暗示 我他哥年纪不小了, 该成家了之后, 我把简生灌醉, 送到了一个暗恋了他多年的 附加千斤的床上。 说起来还有些丢人, 我喜欢简生的那些年, 没少因为争风吃醋和人家掐架。 现如今, 把简生打包送给他 就当为自己的年少无知赔礼道歉吧。 未保稳妥, 我特意打电话喊来双方母亲, 来了场现场捉奸。 简生围着被子, 光裸着上半身, 身上零零散散地散布着细小的抓痕。 他看向我的毛子满是苦涩, 声音有种凄凉的破碎感。 他说, 胡适威, 你真狠。 我微微勾唇, 彼此彼此。 他逼我舍弃当归时, 又何尝仁辞过。 半个多月后, 我收到了简生的订婚请帖。 订婚宴我没去, 因为我那天刚好约了一个访谈。 年轻的小记者举着话筒问我最想去的城市是哪里, 我想都不想地说了京都。 他又问我, 为什么想去京都? 为什么想去京都? 因为那里有我的弟弟, 有我的家。 原来, 我早在前意识里认定了当归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愣了好一会神, 小记者唤我, 需要考虑这么久吗? 胡小姐, 我笑得爽朗, 没, 就是想去看看祖国的心脏。 有些念想, 无需宣泄于口, 思念当归, 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离开当归的第六年, 我三十岁了, 开始周旋于各种相亲宴。 老胡老了, 他不再盛气凌人地责骂我, 而是改成了怀肉政策, 再隔三差五地卖个可怜。 偏生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 见不得他摇着头唉声叹气, 索性碎了他的愿开始乖乖地相亲。 相亲属实是个无聊至极的事, 我搅拌着咖啡故作优雅地听对面某企业小开讲述他的择偶要求。 一个胖乎乎的小团子, 晃晃悠悠地走过来抱住了我的腿, 养着头奶声奶气地喊我, 妈妈。 我故作惊讶地抱起他, 蒸蒸, 你怎么过来了? 小团子流着口水在我夹上印上一个响亮的吻, 想你。 可爱的小模样看得人心都化了, 企业小开已经处于实话状态, 我冲他欠然一笑, 不好意思, 我闺女可能吵着要找我, 我朋友就给送过来了, 你不会介意吧? 对方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难看, 有孩子了还来相什么亲? 我耸肩, 这不是想给孩子找个便宜爹吗? 第二天, 因为找托, 我被老胡叫去顶层训斥了半天, 回来时经过秘书办, 几个小姑娘正趴在门框上探头探脑的, 各个面色红润, 精神亢奋, 都在看什么呢? 我冷着脸问, 我的贴身秘书小玉红着脸, 挪到我身边, 小胡总, HM那边的负责人, 到了, 我恩了一声, 现在人呢? 小玉脸又红了一个度, 在您办公室等您, HM是近几年, 以黑马之姿一军突起的京都新贵, 据说创始人背景很大, 想当然, 京都的背景, 肯定不可能只是单纯的金钱, 但凡跟全市挂了钩, 那身份比我们这些盈盈狗狗的纯商人, 自是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 脸上挂上得体的微笑, 往办公室走去, 不好意思, 让您久, 推开办公室的门, 在看清办公椅上交叠双腿坐着的人后, 愣在当场, 说到一半的话也卡在了喉间, 褪去小奶彪, 精致的五官愈发立体, 竟是比以前更惊艳了, 难怪秘书办的小姑娘一个个的面色飞红, 双目寒春, 她并没有起身, 双臂撑着椅子扶手, 修长的手指在胸前交叉, 搭起一个拱桥, 好久不见啊, 她笑着说道, 语气疏离而又客气, 是啊, 好久不见啊, 我很想你, 当归并未与我寒暄, 吩咐我召集人马开会, 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HM要在春城建一个规模巨大的主题乐园, 选址恰好在我们曾经居住的小公寓旁边, 开完会, 紧接着又要去视察工地, 我看了看脚下十公分高的高跟鞋和行动不变的包臀裙, 说道, 我去换身衣服, 她面无表情地瞥我一眼, 语气沉沉的, 小胡总这是要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你自己吗? 六年的时间很长, 长到足够让我的少年长成高不可攀的模样, 她不再羞红着脸, 腼腆地喊我姐姐, 而是换我小胡总, 昔日亮晶晶的眸子看向我时, 也皆是冰冷陌生的淡漠, 有口气梗在喉间, 上不去下不来的, 很难受, 我低下头眼去神情, 低声道歉, 不好意思, 是我考虑不周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工地刚开始施工, 路面崎岖不平, 我穿着高跟鞋跟在当归身旁, 走得亮亮呛呛的, 不知道是谁, 不小心碰撞了我一下, 我一时没站稳, 直直地朝当归身上扑去, 她动作迅速地扶住我, 眉头紧皱, 声音崩得很直, 小胡总自重, 一双大手掐在我的腰上, 温度穿透, 隔着薄薄的衣衫, 滚烫, 我慌乱地站起身, 不好意思, 她捏了捏手心, 似乎有些烦躁, 算了, 先回去吧, 改天再来, 剪色色抱着蒸蒸来找我时, 我正看着桌上的鲜花发呆, 你这是撞鞋了, 还是在撕春了呀, 我接过蒸蒸抱在怀里逗弄, 开玩笑道, 可能是春天到了吧, 你怎么过来了, 闺女吵着要找你, 对了, 我刚等电梯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 长得特别像你前几年捡回家的那个孩子, 我轻叹一口气, 是他, 剪色色瞳孔瞪大, 你把他又找回来了, 没, 他是HM的老板, 显然, 这个消息太过出乎剪色色的预料, 表情管理都差点失控, 你说什么, HM的老板不是姓云吗, 嗯, 他现在叫云随之, 剪色色斟酌一番, 问道, 威威, 你当年应该很怨我哥吧, 怎么能不怨呢, 如果不是他, 我现在又怎么会与当归相见, 连个陌生人都不如, 我威威笑着, 逗弄着怀里的蒸蒸, 没有回答,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 包里的手机响了, 接完电话, 让我帮忙照顾一下蒸蒸, 便火急火燎地走了, 我轻轻挠着蒸蒸的小肚子, 逗得他哥哥直乐, 也跟着笑出声, 蒸蒸今天陪干妈工作好不好, 蒸蒸太过复杂的字还说不来, 只会奶声奶气地叫着, 妈妈, 妈妈, 从碱色色留下的妈妈包里, 翻出奶粉帮蒸蒸冲好, 刚塞到他的小手里, 当归敲门进来了, 看到抱着奶瓶喝得正欢的小人, 呆至片刻, 我刚要解释, 就听他说, 收拾收拾等下去星光乐园, 因为要建主题乐园, 我们这段时间, 没少去各个游乐园考察, 改天可以吗? 我要照顾宝宝, 我底气不足地道, 怪不得我怂, 实在是当归那张扑克脸, 太让人打触了, 他还是冷冰冰的, 没什么温度, 带上一起, 抱着孩子出公司, 黑色的麦巴赫已经停在了正门口, 当归降下驾驶座的车窗, 探出头, 上车, 我以为还会像之前一样, 一群人呼啦啦的一起, 没想到只有我们三个, 看出了我的疑惑, 他控制着方向盘, 跟我解释, 工地有事, 人都派过去了, 说话时, 眼角的余光都没分给我一点, 下车后, 当归看了看我脚下踩着的高跟鞋, 又看了看我怀里抱着的小团子, 很绅士地主动把孩子抱了过去, 星光是个儿童乐园, 对蒸蒸而言, 简直是天堂, 可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缘故, 当归很会照顾孩子, 那张再见面后, 就没开过情的脸, 也终于柔软了些, 很快就收获了蒸蒸全心全意的喜欢, 穿着高跟鞋, 走不了太久的路, 看两人相处融洽, 我索性找了个长椅坐下, 远远地看着两人玩, 当归带着蒸蒸玩玩铺满海洋球的儿童滑梯, 又去做了旋转木马, 阳光下, 他低头哄着怀里的蒸蒸, 嘴角挂着温柔的浅笑, 我不自觉地看呆了, 回过神, 已经是五六分钟后, 盲抬手拍了拍滚烫的脸颊, 暗骂自己, 胡适威, 你在瞎想什么呢, 你可大人家六岁, 我很确定,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 我动心了, 我把对当归的一念, 归咎到了季节上, 在这阳光明媚, 微风不燥的春天, 对着一个高大俊美的男人起了春心, 也算人之常情吧, 是啊, 当年那个稚嫩的孩子, 在我未曾参与的这些年, 已经长成了卓尔不凡的男人, 从旋转木马下来, 小丫头兴奋地扑腾着小手, 我走过去想抱过他让当归休息一下, 没成想, 他竟然一扭头抱住了当归的脖子, 清脆地叫了声, 爸爸, 我脸上的热浪轰得炸开, 我以为从星光回来, 我和当归的关系会有所缓和, 结果是我想太多, 他还是冷着一张脸, 对我磕磕气气的, 烦闷了两天, 我约了简色色到酒吧一醉方休, 简色色要带孩子, 不能喝酒, 所以最后喝醉的只有我一个, 还是醉到断片的那种, 第二天, 在自己的粉色大床上醒来, 我刚要发信息, 问下简色色我怎么回来的, 就收到了他发过来的两段短视频, 下面还跟着一行字, 姐妹, 你真用, 点开, 第一段我举着酒杯叫嚣, 给我把薛当归喊过来, 快点, 给我喊过来, 第二段, 我摇摇晃晃地戳着当归的胸口, 你就是个弟弟, 你知道吗? 薛当归你就是个弟弟, 语气嚣张至极, 用手捂住脸,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因为醉酒事件, 我无言面对当归, 对他能躲就躲, 躲不过就现场拉个人做陪, 几天下来, 没再和他独处过, 清明假期, 当归回了京都, 我发现自己竟然很想他, 特别特别地想, 我想我怕是灾了, 灾在了游乐场的阳光下, 侧脸温柔的当归身上, 假期最后一晚, 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 对他的思念达到了顶峰, 室外雷声轰鸣, 我已经不怕了, 但还是忍不住回想起他靠在门板上说着我在的那段时光, 第二天上班, 当归没有回来, 恍恍惚惚地过了一上午, 下午接到了他助理的电话, 小胡总, 我们云总发烧了, 但是我现在还在京都赶不回去, 你能帮忙去照顾一下他吗? 他回来了吗? 我问道嗯, 昨晚就回去了, 我也是刚得知他发烧的消息, 小胡总能麻烦您跑一趟吗? 我把地址给您, 二十分钟后, 我站在何当归曾经住过的小公寓门口, 百赶交集, 没想到他会住在这里, 按了几下门铃, 没人开门, 我试着输入那串烂熟鱼新的号码, 竟然没换密码, 他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 嘴唇干涸起皮, 脸色不正常地潮红, 我为他吃了退烧药, 他可能是稍迷糊了, 拽着我的衣服可怜巴巴地嘟囔着, 姐姐别走, 我摸着他滚烫的额头, 轻声哄他, 不走不走, 说着说着, 眼泪掉了下来, 我在厨房熬粥时, 当归醒了, 高大的身子靠在厨房门框上, 阴沉沉地看着我, 你来干嘛, 不是都不要我了吗? 我低着头, 愣愣道, 要的, 可能因为生着病, 他的声音听上去异常嘶哑, 你再说一遍, 要的要的要的, 我说我要的, 猛然抬起头, 我冲他吼着, 眼泪又开始巴达巴达地往下落, 胡适威, 这可是你说的, 这次我不会再给你反悔的机会, 咬牙说完, 他伸手拉过我, 把我圈进怀里, 低头含住了我的唇, 一吻闭, 我趴在他怀里, 手抵着他的胸膛, 气喘吁吁地道, 我, 我比你大很多, 他又在我唇半清清一拙, 眼里是化不开的深情, 我都准备好了当个便宜爹了, 还会介意年龄吗? 便宜爹? 什么便宜爹? 我不解, 不是你说的吗? 给孩子找个便宜爹, 所以, 我相亲那个他在现场, 我笑着逗他, 你想当便宜爹倒是可以, 就怕人家亲爹不能同意, 腰上的手紧了紧, 他的笑将在脸上, 一寸寸军裂, 是谁? 艰难地吐出这两个字, 我在他眼里看到了晃动的恐慌, 怎么还能舍得继续欺负他? 我点脚主动印上一个轻轻浅浅地吻, 笑道, 蒸蒸是碱色色的宝宝, 他年龄太小, 不会叫干妈, 只会喊妈妈, 听我说完, 当归一张, 俊连染上狂喜, 我们家把劲, 争取明年结个娃娃亲, 简生番外, 什么时候喜欢上胡适威的呢? 可能是他色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像只受伤的小兽, 可能, 更早, 什么时候发现, 喜欢上胡适威的呢? 是在他差点被人玷污时, 那天看到他被人按在墙上撕扯衣服, 我是真的起了杀心的, 还好最后他和瑟瑟拦住了我才没酿成大祸, 那件事之后, 我被爷爷罚超了一个月的净心惊, 也是那件事之后, 我认识到我对胡适威有着近乎疯狂的战友欲, 我怕, 怕我的战友欲会吓到他, 所以我极力克制, 用冷漠对待他, 他不是个会隐藏自己感情的姑娘, 我知道他喜欢我, 因为他经常跟我说, 简生, 全世界我最最最喜欢你, 我面上装得波澜不惊, 内心却高兴到飞起, 我以为他的眼里只会有我, 也习惯了他围着我转,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他对着公司客户不惊里笑, 笑得特别特别灿烂, 灿烂到刺痛了我的眼, 他经常抱怨说我不带他应酬, 他并不知道, 那是我不想看到他对别的男人笑, 所以, 看到那一幕的我气疯了, 我删掉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恰好, 那晚下了很大一场雨, 我知道他害怕打雷, 但是就是想要折磨他, 因为只有怕了, 才会长记性, 那天晚上, 我一晚没睡, 睁着眼熬到天亮, 上班第一件事, 就是先同一家他好友, 万万没想到, 这件事非但没让他长记性, 反而激起了他的反骨, 他和我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魔都有个项目着急洽谈, 第二天我就飞往了魔都, 瑟瑟给我打电话, 说春城下了好大的雨, 一直在打雷, 他却在这样的天气, 把胡适威搞丢了, 我着急挂了电话立马, 让助理订了回城的计票, 我的姑娘一个人, 在外面肯定吓坏了吧, 赶回春城时雨, 已经停了, 我在他家楼下站了很久, 小公寓的灯是亮着的, 我知道他回家了, 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连夜又赶回魔都, 我悄悄地回, 又悄悄地走, 除了助理, 没人知道我回来过, 第二天, 谢思南给我发了张偷拍照, 他拎着大包小包的男装袋子, 从Brioni出来, 我给他转了五十万过去, 他没收, 还说不是买给我的, 我以为他还在跟我置气, 没往心里去, 实在太想他了, 半个月的工作量我硬是用一个星期完成了, 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去见他, 没成想他身边竟然会有一个很漂亮的男生, 两人一路打闹着走近, 我有些慌, 他说那是他弟, 可我怎么可能会看错, 那孩子看他的目光, 是不容置会的爱慕, 我不在意别人是不是喜欢他, 我的姑娘那么漂亮, 那么可爱, 喜欢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可是这次我却有了危机感, 之前他只会给我买衣服的, 可是现在那件Brioni的新款Polo衫 却穿在别人身上, 我受不了他身边有除了我以外的任何异性, 他明明只能依赖我的, 所以我逼着他跟那个孩子断了联系, 他果然很乖, 也很傻, 他那么在意的人, 我怎么可能真的动手去伤害, 我有多怕他会恨我呀, 他开始变得上进, 我把我会的都交给了他, 即便我很清楚, 他是想让自己变得强大, 不再受制于我, 后来的几年, 我不止一次跟他提过交往, 可都被他糊弄了过去, 没办法, 我让瑟瑟帮我, 结果, 第二天我就被他设计和别人上了床, 我说他狠, 他说彼此彼此, 原来, 这么多年, 他一直是怨我的, 罢了罢了, 便如他所愿吧, 谁让, 我那么爱他呢, 当归番外我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我妈是京都某高官的情妇, 因为身份, 我从小没少受同学欺负, 十八岁那年, 我遇到了生命中的光, 他很漂亮, 漂亮到让我一眼清新, 可我知道我们地位悬殊, 也不敢冒犯, 第三次遇到他, 他坐在天桥底下, 像只被遗弃的小狗, 瞪着湿漉漉的眼睛问我, 你的爸爸妈妈, 也不要你了吗? 那小模样, 可爱到要命, 我骗了他, 我说我是个锅, 因为我不想, 从那张漂亮的脸上看到熟悉的鄙夷, 也不算完全骗, 我是我妈为了逼宫偷偷生下来的, 她也真够傻的, 能坐到那个位置上的人, 怎么可能允许自己有污点? 比起身份地位, 我就是个屁, 我妈养到我十三岁, 眼看尚未无望, 抓紧了青春的尾巴, 和一个老头跑了, 所以, 我应该也能算一个过对吧? 他说他给我一个家, 于是我便和他回了家, 他对我特别特别好, 给我买很贵很贵的衣服, 会把我介绍给别人说这是我弟, 很帅吧? 他并不知道, 其实我不想当弟弟, 就像他不知道, 我每天早上都会为他准备一束带着露水的鲜花, 是在和他表白, 家吗? 那不应该是爸爸妈妈和宝宝吗? 我是爸爸, 他是妈妈, 以后再有一个宝宝, 可是我不敢说, 因为我还不够强大, 目前只要能让我以弟弟的身份陪在他身边,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他还是不要我了, 明明我们说好的不会抛弃, 结束军训我订了最早一班飞机飞回春城, 他已经搬离了我们的家, 我在他常去的店门口没日没夜地蹲守了两天, 终于让我等到了他, 他依旧很漂亮, 只是轻瘦了很多, 他说我配不上他, 虽然很难听, 但却是事实, 他一个站在云端的千金小姐, 我一个见不光的私生子, 拿什么与他相配? 我拼命地学习, 拼命地让自己更优秀, 后来, 我拿着成绩单找到了云家老太太, 谁能拒绝一个, 各方面都能拿出去炫耀半天的大孙子呢? 特别是在我那根独苗爹和他家里那个只有一个病秧子闺女的大前提下, 云家老太太编造了一个质子被拐, 流落在外多年终于归家的故事, 我顺理成章地认祖归宗, 并给我改了名字, 云随之, 哪怕这个故事漏洞百出, 但也没关系, 我爹的政敌落马的落马, 退休的退休, 没人会救他小辫子, 大三那年, 我开始创业, 有没有经验的不重要, 我够聪明, 后台够硬, 这就够了, 我的公司叫HM, 奶奶问我有什么意义吗? 我说, Homa, 为了纪念我终于有家了, 奶奶拍着我的手乐, 夸我是个好孩子, 这次也不算撒谎, 是为了纪念家, 只不过是和他的那个家, 回云家, 只不过是我想早点有资格 站在他身边走的捷径罢了, 我答应过他, 以后要很有钱, 很有钱的, 哪怕他已经舍弃了我, 毕业两年后, 羽翼丰满, 是时候该回去找他了, 回春城的第一天, 他就给我送了份大礼, 他有孩子了, 还想给孩子找个爹, 心疼过后, 我安慰自己, 至少表示他目前单身, 我买了很多如何带孩子的书籍, 悄悄学习, 好在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女儿很喜欢我, 我偷偷教会了他喊我爸爸, 我还是喜欢他, 一如六年前, 可是我不敢表白, 因为被他抛弃过, 我很怕他会拒绝, 失去他的感觉, 真的太痛了, 我准备徐徒之的, 结果没过几天他闺蜜给我打电话, 说他喝醉了, 吵着要找我, 我立马挂掉了公司的视频会议赶了过去, 他戳着我的胸口, 一下又一下, 说我是弟弟, 仿佛又回到了六年前, 他踩着我影子的那个傍晚, 我送他回家, 贴心照顾了他一整晚, 可他第二天回公司后, 竟然开始夺我, 再一下要被他抛弃的恐惧笼罩着我, 我搜长瓜肚的思考如何化解我们的关系, 接到了奶奶让我回去的电话, 晚上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收到新闻推送, 春城雷雨预警, 我放下筷子订了最早的机票, 就往回赶, 他怕打雷, 以前是我没能力, 现在, 我只想在每个雷雨夜都陪在他身边, 我在他门外坐了一夜, 也淋了一夜的雨, 第二天烧得迷迷糊糊的, 我想, 这也许是个机会, 便让助理联系他, 让他来照顾我, 他果然来了, 带着毫不掩饰的担忧和心疼, 他细心地照顾着生病的我, 当年那个连碗都不会刷的大小姐, 竟然学会了煮粥, 看着他在厨房忙碌, 空了多年的心, 被填得满满的, 但还是不够, 还是要逼他一把, 我故意问他来干嘛, 不是不要我了吗? 他哭着说他要, 哭得我的心揪着疼, 我吻了他, 他没有反抗, 还告诉我我可能当不了便宜爹了, 因为孩子不是他的, 哎, 白看了那么久的育儿书了, 不对, 也没白看, 毕竟, 我们以后也会有宝宝的不是吗? 胡适威, 这次就别再丢下我了, 这次就别再丢下我了。